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加快内外贸一体化是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近年来我们在着力推进内外贸一体化方面 取得积极进展 内外贸规模质量进一步提升 2023年1至11月 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2.8万亿 同比增长7.2% 货物进出口38万亿人民币 同比持平 稳居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 和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 2023年前三季度 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达到83.2% 内外贸规则制度进一步衔接 国际标准转化率超过80% 2023年前十个月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 内外贸一体化经营企业数量 同比增长4.7% 关于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若干措施 提出五个方面18项举措 更好发挥内外贸一体化 在促进经济发展 扩大内需 稳定企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支持外贸企业拓展国内市场 结合2020消费促进年 国货草品等新消费增长点的培育 组织开展外贸优品 拓内销系列活动 支持内贸企业采用跨境电商 市场采购贸易等方式 开拓国际市场 发挥平台交流对接作用 促进国内市场接轨 会上海关总署 综合业务司负责人林绍兵表示 对标本次出台的 加快内外贸一体化18条措施 海关将从多措并举 强化协同持续发力 这三个方面抓好落实 为加快内外贸一体化 贡献海关力量 持续加强知识产权的海关保护 同时原防以假冲针 以次冲好商品 冲击内外贸市场 加强进出口企业的信用管理 支持加快沿海和内核港口的 铁水连运 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 开展内外贸集装箱同船运输 提升物流的便利性 为内外贸一体化发展 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